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 快看各大网站的漫画视频悄悄的涌现 大家看一下这样一个漫画视频 它的播放量是11万 这一个漫画视频它的播放量是78万 而这个是6.4万 这个也是9.4万 这个是46万 每一个漫画视频的播放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13万 这个30万 这个10万 这个53万 为什么这样一个漫画视频它这么受欢迎呢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人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看漫画 因为它看起来有意思 现在慢慢的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就开始在做漫画视频了 当我们在心情不好 或者说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漫画视频 它也是非常解压的 不光是孩子喜欢看 现在很多成年人他们都喜欢看漫画视频 大家可以看这样一个做漫画的一个频道 这样一个动漫刀刀刀 它的订阅数是39万 看一下它的每一个播放量 看这个56万 看这个56万 这个35万 这个23万 这个21万 这个19万 每一个都非常的火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7号动漫馆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订阅数是52万 而它的一个播放量更是高的吓人 小鱼看了都忍不住吓了一大跳 145万 145万 85万 83万 那么为什么说漫画视频这么受人欢迎呢 众所周知 现在的人压力大 不光是孩子学习压力大 成年人工作压力大 都喜欢看漫画 我看过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喜欢看漫画 所以说漫画的这个市场是非常非常的广的 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做YouTube视频 那么我们做漫画视频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很多新手朋友们可能又在想了 那么做这样一个漫画视频难吗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说简单呢 小鱼最近发现了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生成漫画的一个APP 记得看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小鱼 订阅 点击右下角的一个订阅和点赞 那么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我会把所有的链接都放在描述栏 有需要的朋友看完视频可以去描述栏找链接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去实操怎么做一个漫画视频 千万不要眨眼睛啊 千万千万不要眨眼睛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这款APP就是专门打造漫画的一款APP 它的名字叫CAMECAN AI 大家看这里 有了这样一个APP 我们新手也能变成一个漫画家 别着急啊 跟着小鱼小鱼的视频一直往下看 来到这个页面之后 大家看到这里如果说我们是新手 我们是第一次进来的话 这边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谷歌登录一下 登录进来之后大家能看到 我们就来到了这样一个页面 这里我们每个人新用户进来是有1200个积分 1200个积分 那么我这里已经做了一些漫画图片了 所以我这里现在还有1161个积分 如果说我们每天登录 那么每天还会送我们90个积分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如果说只是想用这个来试一试玩又玩的话 那是够用的啊 我们就算不用去购买会员的话 也是够用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进来这个首页 就能看到右上角我们的一个积分情况 在这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右上角 这个积分这里就会跳出来 大家能看到我们每深层一张漫画图片这里 它只需要扣出我们三个积分 所以说1200个积分是够我们用好久的 如果说当我们后面做的好 不够用的时候 这下面我们是可以购买的 一个月也不是很贵 所以我们现在用的一个模式 是一个自由模式 大家能看到有1200个魔法值 我们可以导出动漫图片 我们还可以一键看漫画 如果说后期需要你的漫画视频做的好 不够用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这里是可以订阅这样一个魔法值的 每个月的话只需要15元 这个是我们新手朋友们近来需要了解的一个情况 在这个顶上这里有英语 你是需要英语 还有这里日语 看一下也可以的 还有韩国吗 这是韩国的 我们一般正常情况下我们选择英语 目前仅支持英语创作 我们可以先点击这样一个绿色的按钮 那么这时候它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它是选择绘画的一个样式 它的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共是12种模型 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那么你就选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那我昨天选了这样一个模型 我今天换一个模型试一下 这个模型 在这里你可以贴一个名字 你的漫画标题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漫画 那么我们肯定要给它取一个标题 随便填 我这里演示就是随便写的 白雪公主与小矮子 这里点击开始 大家都能看到我们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在这里如果说我们自己 首先你有很强的一个创作能力 那么你可以直接把你创作好的文章 粘贴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 直接粘贴到这个里面 但是我们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是很普通的人 那该怎么办呢 它已经直接把AI潜入了这样一个APP里面 大家点这里 在这里你可以只要简单的给它一个描述 点击这样一个生成键 它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故事出来 来这里来一起看一下 白雪公主与小矮子的故事 点击这个黑色的按钮 大家能看到这个小女孩 抱着这个笔开始在写了 她在开始为我们创作故事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 大家看一下 从前有个国家 国王和王后非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他们游游游拥有一个孩子 终于有一天他们的梦想是实现了 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给她取名叫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非常聪明 后来白雪公主的母亲生病了 去世了 然后决定再娶一个妻子 但是去娶了一个邪恶的女巫 后来这个可想而知 这个娶的这个女巫肯定要欺负白雪公主 这个故事原本我以为它只是一个AI工具生成的 故事不怎么样 但是我发现它这个故事生成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棒 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这个故事还小孩子都喜欢看 包括一些年轻人 包括我都喜欢看 我都觉得这个内容非常的精彩 那么在这里大家也不用愁哈 英文中文都可以 这是我输的一个中文啊 输英文也可以的 点击黑色按钮 看一下英文的版本也生成好了 这对于我们一个新手朋友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帮我们制作视频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软件 来这边好了之后我们直接点 我们直接点击顶上的这一个绿色的按钮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到下一步了 奇迹出现了 大家看一下漫画图片已经生成出来了 包括里面的人物 它都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 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白雪公主 这是女巫吗 每一个人物的旁边 它都有它的一个外观描述 大家看到这个里面就是它的一个外观描述 我现在点中的 这个它叫大卫 它的一个外观描述都在这里 假如说你对这样一个人物不满意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来修改描述词 然后点击下面这个重新生成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已经非常的完美了 大家可想而知 其实现在想要把人物做的一致是非常非常难的 包括以前小鱼儿也试过 想要做一个漫画的一个视频 但是每次生成出来的人物都不一样 就包括我用这个雷埃拉朵 它也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每次生成的图片都不一样 很难找到一样的图片 还有米吉尔里也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有了它 你可以生成出一系列的动漫人物 而且它的人物都是一致的 你不会说视频放着放着又换了一个人物 视频放着放着又变了一个人物 那么这样人家很容易就看出你这个是AI做的 但是这个非常非常的真实 人物都是一致性的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人物你不太满意 我这里需要他重新生成一下 在这里你看 在输入框中用详细信息描述你的主角 例如发型身高服装和任何其他细节 你还可以从历史记录中选择你最满意的历史记录中生成一个 它在下面还有教程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说你对它还不太满意 那我换一个 这个也不好看 换一个 这个还可以 就它了 这里人物生成好了之后 我们又点击下一步 那么到这一步就是我们所需的所有的图片 刚才Hami AI生成的这一个漫画故事 它需要13张图片 那么这里每一张图片都需要我们自己来生成 在这里的话大家能看到 比如说第一个人物 这下面是它也是它的一个描述词 这是一个图片描述 这是它的一个人物 如果说你对这个人物不满意 你可以不勾选 你可以直接替换它 都可以你直接上传 如果说你觉得它这个动作 想改变一下它这个动作 在这里大家能看到 这里它的图像是什么动作 在这里都可以添加 可以更改 所有的人物都出现在这里了 最下面这里 比如说你想上传一张自己的图片 来进行一个相当于图身图一样的 但是这个它是需要有购买了 VIP才可以使用的 我们现在就用免费版本的 直接点击生成这 生成这样一个漫画图片的话 是需要三个值 它再开始帮我们制作人物了 场景一我们做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场景 这里场景一呢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我们现在场景二了 这是它的一个图片描述 我们直接点生成 场景三 好 场景五 就是用此方法 以此类推一直往下生成 把这十几张图片生成出来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点击这样一个生成按钮 我们可以连续几张一起点 不用一直在那里等待 下面接着生成就好了 好 大家看一下图片已经全部生成好了 每个场景的图片 人物是一致的 大家看一下 人物是一致的 没有变化 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物在这里面都能生成出来 把所有的图片通通都保留下来 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来我们还插最后一步 点击这样一个按钮 绿色按钮 我们所有图片都在这边了 在这里的话 现在就是在调整我们的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文字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框架 大家看到了 有一些框架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框架放到里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里 比如说我们点一下我们这张图片 它就跑到里面来了 这种框架大家可以选 有四公格的也可以 看你自己不喜欢点击这样一个删除键就可以了 这里重新选一个就可以 这里呢是一个对话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把它选进来 选进来了之后 我们想要把它的说的一些话 大家可以把这个 它相当于是一个对话框 我们可以把它添加进来 比如说你把它要说的话 就可以写到这个里面 大小大家可以调的 这里可以把你想要说的话 把它们的对话 直接写到这个里面就可以 非常的方便 这边的形状大家可以选 你喜欢什么样的形状都可以选 以此类推把你的所有的图片都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 上面这样一个按钮 那它就会直接下载我们的图片 已经在开始下载了 当你把你所有的图片 全部都已经下载好之后 你可以一张一张的下载 你也可以把它统一在这边 添加一个 再添加一个页面 你可以统一把它这里全部统一一起做好 看一下统一一起做好了之后一起下载也可以 它就是一个长的页面 所有的图片都已经保存好了之后我们下一步怎么样 那么就是点击回到这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第一个按钮 复制我们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文案 把我们这个故事的文案复制连贴 打开我们的简印 直接文字成篇 就OK了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视频的话就出来了 到里面去的时候 简印之前给大家教过很多 做短视频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直接去图文成篇 把我们的图片全部都放进去就OK了 图片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我们的图片是静止的 大家可以通过一些工具让它动起来 之前也有教过一些教程 比如说PIK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棍第二代 都可以让我们的图片动起来 那如果说你实在不想要学这些 那么其实简易里面也有些功能 是可以让图片上下一动作又移动的 这样就OK了 同样的话 大家也可以用这样一个视频生成器来生成视频 那么这个呢 我上一期视频才说过怎样去生成视频 在这里面就不给大家讲了 大家可以去看上一期的一个视频 这个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生成视频生成器 这样的话我们一个漫画故事就出来了 其实真的是没想到做漫画建这么简单 以前总想着 想用Mijerli或者Lialado 生成出一系列的漫画图片出来 都非常非常的难 我也试过很多次都失败了 每次人物都不一样 那么有了这样一个APP过后 我们生成出来的人物全部都是一样的 包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小月昨天做的一个 她的人物全部是一致的 你想要多少张 她就可以给你生成多少张 那么我们一系列的漫画图片 哪怕你想出一本漫画书 这些漫画图片都是够用的 非常的棒啊 人物完全是一致的 我们只需要在里面去添加一些语言啊 或者你不想添加语言 直接用讲解的一种方式也非常OK 就跟这些视频一样 他们都是用的一个动漫讲解啊 动漫解说 当你会使用了这样一个工具 真的是新手都能变成一个漫画师 心动不如行动啊 今天小月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我会把刚才用的 APP的一个链接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啊 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点击描述栏去看 有对小月其他视频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去看我的一些其他的视频啊 都是教大家如何做视频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在YouTube上面挣钱 或者说在 或者想在Taytac里面去做视频赚钱的话 那么漫画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感兴趣的朋友们就可以去尝试了 喜欢小月呢 记得订阅点赞 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